今天是我們二年級開課的第一堂課 首先恭喜大家 突破了重重的障礙 然後來到了二年級的課堂 人生是一個突破 關於生命進化的一個突破 在這個突破中有重重的障礙 所以很多人潛藏濟致 那麼上了一年級的課很難再升級 實際上這個原因在之前也跟大家講了 這個不是因爲什麼人或者因爲什麼事 實際上就是一個東西就是業障 這個是障礙 為什麼呢 你的冤親債主他不希望 不希望你能夠成就 因為你成就了以後啊 搞移民 然後他就不能夠再向你討債了 他就不能折騰你了 就像大家住在新加坡 欠了鄰居的錢 欠了十萬八萬塊 因為你是鄰居 他隨時能看到你 雖然你欠他的錢他安心 他不著急給你要錢 突然有一天你跟他說 我現在要移民去美國了 我不要回來了 但是我欠你那十萬塊錢 我暫時沒有錢 我也還不了你 說等我去美國幹好了 我再來還你這個錢 那你鄰居會不會讓你走啊 不會讓你走 為什麼 你不要搬家 你不可以移民 你非得把這個錢給我還了 你去美國我到哪找你去 所以是我們的冤親債主啊 既然是你的冤親債主 所以他就不希望你這一生能成就 你成就了 他就不能再折騰你了 所以他們就希望你永遠不成就 永遠被他折磨 這就叫冤親債主 這裡面有你的冤家 還有你的親家 什麼意思 就是有你的善緣的 也有什麼? 惡緣的 所以老師善緣的 為什麼不希望我成就呢? 這個在楞言經中講的特別好 叫純情忌諾 純想忌非 什麼意思? 這個人呢是一個情網 你活在一個感情的網裡面 這裡面有恨你的情 有什麼愛你的情 這是一張大網 所以這個網呢 很少有人能夠突破 只是活在這麼一個網的罩子裡面 就像魚 現在大家知道還是養殖 還是養殖 養在海裡的魚 也活蹦爛跳的 也沒覺得怎麼跌 每天快樂的生活著 但是實際上它有一層網 它是圖不過去的 因為那個圖過去以後 那個養殖戶它不幹了 為什麼? 它不能拿你去賣錢了 所以它就用個網 在四周圈起來 把你養在網箱裡面 你只要在這個網箱裡 它給你吃的給你用的 為什麼? 最後它要拿你去賣錢啊 你要說你想從這個網 網坑裡突破出去 或者從這個網箱中蹦出去 它就不幹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 實際上我們人 一個人的形體活在這個世間 你就像被人家養殖糊 養殖的一些魚 被網子套住了是一樣 你覺得不錯 這個人給我吃給我用的 又愛我 又怕我生病 又關心我 實際上它是不希望你突破能從網的 那這就叫什麼? 情網 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情網的世界中 叫純情嫉妒 所以必然你在這個網箱裡面 欠下人家的債了 又增了新的業力了 人家對你愛 那你也欠下人家債 人家對你恨 你也欠下人家債 所以你要沒完沒了的還人家的債 所以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六道輪迴的事項 我們就生活在一層一層的網 這種網是情和想解成的網 所以楞言經中說純情既多 這裡面情包括親情 包括恨你的情 這也是情 這叫感情嘛 感情在嘛 那麼還有什麼? 純想氣飛入心中 飛入天中 這個說 升天的那些人 他是怎麼升上天的? 他怎麼往生到天界的? 因為他整天好有些想法 每天就是想 那麼每天都是靠這個想法活著 這些人是什麼? 大家知道的思想家 用腦力工作的 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 活在自己的想法中 所以這些人呢 純想氣飛,飛入心中 這個想法一致的在你的念性中 沒有丟漆 然後入了你的心了 那這個你就飛入天中 就是你下一世轉世可以升天